早在今年初的時候 我就給各位分享過利民的PA120雙塔風冷散熱器 其強悍的性能以及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價格 獲得不少人的青睞 而這一次呢 我又搞來了兩款利民新推出的風冷散熱器 分別是雙塔的FS140二代 以及單塔的TA120ES 特別是FS140二代和入境的PA120究竟哪一個性能更好 相信是比較多觀眾更加關注的點 而這一次也會和各位分享一下 這三款散熱器之間的對比情況 這一次拿到的FS140二代和TA120ES 均採用利民最新的AGSP逆動力工藝 首先來介紹一下FS140二代 包裝同樣採用利民傳統的牛皮紙和包裝 附件盒是塞在散熱器中間的 標配的風扇是一把14厘米的D14 以及一把12厘米的C12 D14最高轉數為1500rpm 擁有最大47.8cfm的風量 而C12在之前已經出現在頻道裡好幾次了 同樣也是最高轉數1500rpm 最大風量則是在66.17cfm 接著是散熱器本體 採用4x8mm的AGSP逆動力熱管設計 外加全電鍍回流汗工藝 底座採用金弓微雕焊接的鍍涅銅底 散熱器本體高度為158mm 其片數量為Meta58p 而且也特別為高馬甲記憶體內存 做出了避讓的兼容設計 避免了一些高馬甲記憶體內存的兼容性問題 FS1402代散熱器本體重量為983g 安裝上風扇後的重量為1275g 原廠搭配的散熱硅脂為自駕的TF7 FS1402代在京東的零週價為229元 在眾多的雙塔散熱器中的價格還算可以 甚至比起自駕的PA120也只是貴了10元 而性能的部分我們留在視頻的後半不再繼續 接著來看看TA120ES 同樣也是牛皮紙盒包裝 打開附件盒是塞在散熱器的旁邊 接著是先看到散熱器風扇 由於是ES後綴 因此這把風扇自然就是C12 Pro風扇 而TA120標配的是特別灰色版C12 Pro G 最大裝束為1850rpm 以及最大風量80cfm 至於C12 Pro風扇的性能表現 在之前的C12RS的視頻裡就有詳細的評測了 有興趣的也能夠去看一下 再來就是散熱器本體了 TA120ES採用了5×6mm的 AGSP逆中力熱管 並且採用全電鍍回流和工藝 底座是微雕進攻的CNC桶底 並且帶有一點V2的設計 散熱器本體高度為154mm 其變數量為52片 在官方的宣傳圖上 各式宣稱擁有TPC220W的散熱能力 這讓我對它的散熱性能非常期待 TA120ES的散熱器本體重量為538g 安裝上風扇後的重量為700g 散熱軌跡也是自駕的TF7 在京東的零售價為209元 比起PA120便宜10元 不過雖然比起雙塔只便宜那麼一點 但單塔的最大優勢在於體積更加輕巧 安裝的體驗也比較友好 以及整體的兼容性也是更好一些的 如果散熱性能差距並不是非常大 還是有它的選擇價值 接著來看看扣具和安裝體驗 另一面的扣具算是眾多散熱器品牌當中 非常優秀的了 不論是單塔的TA120ES 或是雙塔的FS1402代 其安裝體驗都是非常友好的 介紹完了FS1402代以及TA120ES 接著就是要開始進行實際的散熱測試了 為了給對比有個明確的方向 我這次也加入了之前評測過的PA120 並且將三款散熱器的技術參數給放在屏幕上 讓觀眾有個比較明確的對比 然後是測試平台介紹 由於之前的10代10900KF已經換位去了 11代CPU我還沒拿到 因此這次選擇了AMD的Ryzen 7 5800X 作為測試的發熱運處理器 考慮到目前AMD平台有飢熱的問題 之後拿到了11代的測試後會有另外的測試 有興趣想要了解的就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主板依然是出現率非常高的華碩 ROG SWEET B50A GAMING 記憶體內存是8GB T-Force Delta RGB 3200MHz 一共4根 主要是為了測試散熱器本體的兼容性狀況 顯卡是上次評測的華碩 TUF RS6700ST O12G 電源是微幹的SPG Core Render 750W全模組電源 為了模擬正式的散熱環境 我都是採用在機箱內進行測試的 而這次也是採用之前評測過的 聯絡Langku 215 中卡機箱來進行演示 頂部還加裝了兩把RTIC P12建議風扇進行排風 而機箱內包括P12一共五把風扇 採用DC固定轉速來控制測試的變量 由於三款散熱器都是出自利民自家的產品 因此這次的散熱規矩 統一採用原配的TF7 最後是測試環境和參數 5800X將會進行PBO2模式 全核心電壓曲線為不時的設定 以及板定全核心4.6GHz電壓1.25V 這兩種模式來進行 然後通過IDA64進行FPU溫度烤漆測試 在烤漆進行到1分鐘後 重置HWinfo64的所有參數 然後再跑滿10分鐘 擷取CPU的平均溫度 平均頻率以及平均的功耗 所有的散熱器測試 都控制在24度左右的室溫環境 室度也控制在40%至45%之間 不過由於每個人的環境 和硬件的搭配 以及所採用的機箱風道等多略有差別 因此最終的測試數據僅供參考 考慮到日常使用下 大部分人都不會把散熱器 風扇的轉速給開滿 所以除了滿速的測試以外 所有散熱器也進行了固定 1200RPM的溫度測試 首先來看看PBO2模式的測試表現 在進行IDA64當考FPU滿10分鐘後 所有散熱器表現都維持在 平均84至85度之間 並沒有撞到AMD的溫度強 不過溫度差距都非常不明顯 即使是同管散熱器 在降低風扇轉速後的溫差 也就1度左右 當然由於PBO2模式的機制因素 溫度並不是主要的變量 這時候得觀察考究時候的頻率 和功耗變化 在頻率的變化表現中 除了FS1402代在滿速的狀態下 有非常細微的優勢以外 其他散熱器的表現基本都在一致的水平 而功耗的表現也是如此 除了幾瓦的誤差以外 所有散熱器在125瓦功耗的 5800X都能完美壓制 接著加入了Fullmark顯卡 烤機進行雙烤 同樣是滿10分鐘後的溫度表現 這回在溫度上總算是有一點點的差異了 滿速的FS1402代和 PA120都能維持不超過90度 而TA1201X和所有1200RPM 轉速的散熱器 都已經撞到了處理器的溫度強 所以接著再來看看頻率的變化 頻率變化的部分就如同溫度表現一樣 滿速的FS1402代和PA120 都能維持在4.6GHz的表現 而其他的表現則是稍微降低了25MHz的頻率 不過基本上影響並不大 表現都算非常接近 而處理器的發熱功耗也開始有些差異 PA1201X在1200RPM轉速下開始有點吃力了 不過就算是滿速狀態也只能說是剛好壓住 而雙塔的FS1402代和PA120 還有一些些的壓制空間 不過也只是滿速狀態的表現會比較猶豫一些 由於PBO2的動態電壓調整的弧度還是有點廣 導致三款散熱器的表現差異並不特別明顯 因此就有了接下來的鎖定全核頻率的溫度測試 在鎖定的全核4.6GHz 1.25V的電壓下 5800X的功耗維持在115W至118W左右 通過10分鐘後的單烤FPU溫度測試 這會比較能夠看得出差異化了 滿速的PA120平均以77.9度的領先又是8的頭籌 而FS1402代的表現卻比起PA120稍弱一些 這是讓我感到比較意外的 不過有趣的是在FS1402代降低了風扇轉速後 和滿速的溫差基本可以忽略估計 反光是PA120的溫差比起滿速明顯有差異化 還在最後的是TA120ES 就連滿速狀態下的溫度都比起兩位大哥的1200rpm轉速下還高 更不用說當1850rpm的C12 Pro風扇 降低到1200rpm後的表現 再來同樣加入了顯卡烤器進行溫度測試 排名和單烤基本大同小異 表現最好的還是滿速的PA120 而FS1402代在這項測試環節和PA120的差距進一步放大了 至於TA120ES的表現就非常吃力了 只能說剛好壓得住4.6GB 1.25V的5800S 最後也來進行一下噪音測試環節 我分別也測試了三款散熱器的滿速 以及固定1200rpm轉速後的噪音表現給各位參考 我懷孔請試環節的在訪音測試環節 只能拿下鍋來點 最後也有一個進度 不遷地的越是厚度 看,這次會晾現下鍋的 我懷孔請坐下鍋的 玉 때로拍攝 我發放的 上就可以 RM 马术状态下 FPS 1402代的噪音表现是最优异的 噪音最大的则是TA120ES 其原由也是C12 Pro更高的1850rpm转速 不过因为TA120ES只有一把风扇 所以噪音也没特别的超 而固定在1200rpm后的噪音表现则是大同小异 并没有特别的差距 总结时间 就目前在AMD平台的测试表现来说 这三款散热器的散热性能差距并不特别大 只能说三款都有各自的优点 用户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做选择 而当中我最推荐的是TA120 U1的综合散热性能 体积和重量优化也是双塔散热器当中的佼佼者 加上近期有199元的优惠价 它会是最理想的选择 而另一个会推荐的是TA120ES 虽然散热性能是三款里比较弱的 而且价格也没便宜多少 不过就客观来说 它的散热性能也没有太弱 加上本身的宝丹塔设计 让它的兼容性和安装难度等 在三款当中都是最好的 对于使用空间比较不大的机箱 会有比较良好的体验 加上还能额外多扩展一把风扇 在不损失体积和兼容性的情况下来增加额外的散热性能 不过另外的风扇也是一个花费 所以相比起TA120 TA120ES的价值是更加注重于体积以及兼容性需求的用户 至于FS140二代最大的优势是满速的噪音相对比较安静一些 如果你是想要追求静音的用户 它的表现可以说是三款里最好的 不过其他两款的噪音也没特别大 加上FS140二代在性能上 并没有因为加大了体积和重量而变得有特别的优势 这就让它的推荐度相对比较一般了 虽然如今有越来越多的AMD用户 不过考虑到AMD平台的机热问题 这三款散热器在AMD平台的散热表现 还不足以盖光定认它们的选购价值 如果你是音调平台的用户 刚好对这三款散热器的性能对比感兴趣 那么可以期待一下音调平台的测试 而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部分将会在之后结合其他的内容一同制作 有兴趣的朋友到时候就别错过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这些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点赞、评论、分享支持一下 另外新观众也别忘了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也欢迎加入频道的付费会员计划 每个月都会有付费会员的专属直播教学 又或者可以到BuyMe A Coffee 或通过Touch人工Wallet打赏支持我 觉得这次影片意犹未尽的朋友 还能到我的Discord群组来一通交流 除了有更多第一世界的数码科技内容分享 有专心需求建议的也能到那里寻求帮助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Canin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见